郑阿嬷和两位哥哥分别住在延城区 像这样简陋的房子里 大哥罹患癌症又失聪 二哥中风无法自理 面对华山基金会送来的一桌年菜 还得郑阿嬷帮忙喂 虽然郑阿嬷自己身体也不太好 但她还是尽力照顾兄长 希望三个人到老都不分离 社会局我要带去了 两年前就想带大哥去了 我不愿意 然后二哥中风的时候 社会局关心 可是又带去一个月 我有把他带回来 他说我父母亲很早就离异了 我的哥哥是三个互相 这样子一起扶持长大的 他说我哥哥那时候拉了他一把 他不能在哥哥最困难的时候 就抛下他 高雄银行董事长 被郑阿嬷的精神感动 在华山基金会的安排之下 特别请来郑阿嬷家 陪伴围固 为他们穿上新衣戴上新帽 在家门前贴上手写春联 并且捐助225份的年赛给华山基金会 让基金会能够帮助更多长辈 那么高雄银行其实基金会的部分 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预算捐款 其实除了银行本身提拨之外 同事们的主动参与之外 其实我们也结合了我们的客户 优良的客户 在地很多的企业跟善心的企业家 他们一起捐助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 因为华山真的是照顾很多 就是没完全独居的 没结婚没什么的 或者一些很弱势生战的 就像阿公这样子 这样子的人更需要人家来关心 更需要人家来陪伴 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带来富有年味的表演 为这场年菜捐助活动增添活泼气氛 让小朋友学习多关怀社区独居长辈 让他们感受社会温暖 就是透过这样的活动 培养孩子从小就能够有很多的爱 然后去爱他们的爷爷奶奶也可以 或者是爱外面的爷爷奶奶 我一直觉得一个年菜 虽然他进了只有900块不多 可是那不是只是一份年菜 单单的年菜 而是送到长辈家 有人来关心的那一份 随着老年人口增加 像郑阿嬷这样老老照顾的家庭越来越多 华山基金会长期深入社区邻里 关怀独居长辈 也希望募集社会爱心 让每位孤老都能够有一份温暖的年夜饭 姐姐奶奶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记者王仲凯内畅帮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